我現在也在很納悶當時的勇氣 不過很多部分是因為當時 引見我 接下我的人 他們給我的一些信心 然後我也有自己在鑽研台語的部分 在這過程中就會發現 其實台語並沒有原本想像中那麼困難 然後信心就慢慢的建構了起來 之前在北京也有演過戲 演過五部戲 但是是台語劇的第一部 對自己的定位打一個問號 因為原本我在大陸 其實我是偶像歌手 原本的定位是偶像歌手 或者是戲劇的帥氣的主角 對 原本是這樣 就是回到台灣之後呢 開始有點不太一樣 開始發現自己的另外一面 然後發現自己其實也有搞笑的一面 我發現我很認真的之後 我什麼都沒有搞笑的時候 旁邊人都可以笑談一團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很怪 超怪 我有剛回來 然後前期之前從廣告開始 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 我前面去私進的廣告 很帥氣的廣告 都沒有上 結果我就試了一個搞笑的廣告 就給我上了 就是這樣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夾在中間會很為難嗎 很為難啦 超為難 對 超為難 我相信應該很多人都 對 有類似的情緒 那媽會理你嗎 會怎麼 會聽你的話 呃 算是會吧 因為我覺得我們會用溝通方式去 對 去想說 事情怎麼去解決這樣子 對 就是 嗯 對呀 會見你就是安撥我媽的情緒為主 對呀 我會叫他轉個念這樣 對呀 畢竟對呀 這也不是 嗯 對呀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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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沒有 有 有嗎 露身材 哦 露身材有 沒有 可是沒有親密戲 我剛剛腦袋一直focus在親密戲 我露身材 我露身材是因為他在演的時候 我在旁邊看到傻了 然後還被拍下來 對對對 是的 我們兩個人 就你是不是有兩個嘛 然後 他在泡澡 我們兩個看到傻了 然後差點流口水 他身材真的很好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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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尊名泡 泡澡 對 而且就是 這是一個很 很特別的橋段 其實他是要演 他就是那個 原神要修復 然後在那個仙境裡面泡 但是現場是泡浴缸啊 然後我們就 他泡浴缸 他還有很多優美的動作 哦 對對對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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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對